小梅当天通过高德地图上的打车服务叫了车 一位T3出行平台的司机接了单 从杭州审办路上的一个小区到新丰路 小梅说自己最近搬家 当天拿着行李箱过来搬东西 行李箱放在网约车的后备箱里 到目的地的时候 我一下车大概过了三四秒的时间 我反应过来 我后备箱还有行李没拿 然后我就转头 但是那个车已经走了 但是我订单是已经付掉了的 然后后面发现我联系不上司机 那个号是虚拟号 我就试图联系T3客服 然后进行联系司机转接嘛 然后我一直就联系不上T3客服 小梅翻出通话记录 22号上午10点多 她打了7次T3出行的客服热线 说是都没有堆接上人工客服 后来打了高德平台的客服电话 但还是没有联系上司机 23号中午她报了警 警察就是通过方式联系到了司机 司机跟警察说 当时他发现后备箱有行李箱的时候 他联系了T3客服 T3客服就是让他把行李箱丢了 就是我就觉得很惊讶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司机的这段话是谁告诉你的 是警察 我至今为止都没有联系过司机 我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司机 这个行李箱里有什么样的物品 就是我是因为打包嘛 所以行李箱是空的 然后有几个打包袋 但是里面有一只手机 苹果 苹果8好像还是起 我忘了 小梅告诉记者 物品的价值虽然不高 但平台这样的处理方式 她无法接受 她希望拿回行李箱 或者得到补偿 现场再次拨打T3出行的客服电话 这一次接通了 这边是之前尝试过跟司机联系 但确实是没有联系到司机 非常抱歉 那司机有没有主动 给我们平台打过电话 这边这个我是看不到的 后面我进行了报警 然后警察跟我说 司机联系了你们客服 客服让他把行李箱扔了 然后他就把行李箱扔了 到时候我们是会去查看监控的 就是包括如果是司机过 没经过像 我们这边是都有录音的 是可以去核实的 T3出行方面后来回复 司机联系客服 说发现乘客有箱子落在车上 客服询问是否是密封的 如果没有密封可以看一下 司机打开后发现 里面只有一个袋子 而且行李箱比较旧 问客服是否可以处理掉 客服做了不当回复 目前箱子仍在司机那里 正在协调司机把箱子还给乘客 接着想知道 不当回复的具体内容 平台工作人员表示不具体回复了 对于客服存在处理不当的问题 向小梅表示歉意 已经将当时客服停职 并进行后续处理 也会对所有客服进行培训 记者联系上司机邱师傅 她说小梅上车时 自己没注意到她拿了行李箱 后来有名乘客上车时 说后备箱里有个箱子 自己23号把情况反映给平台客服 客服人员说让她看一下 像我们跟那个客服通话了 她有记录 我说那我先打开看一下 我打开一看 里面衣服什么都没有 我说里面没有东西 就两个口袋 之后她说那 我说那怎么出来 她说那没有东西 肯定就是没有用的 她说肯定放在车上的 我说那是这样的话 那我说我就把它扔掉 她说可以 她说那你就把它扔掉那里 然后我就把它扔掉 那个充电站那里了 知道吧 过了中午的时候 她就那个乘客找了一个派出所 跟我打电话 她问我一个箱子 是的 我说有个箱子 我刚才里面没有东西 她说箱子里有个手机 您看到没有 我昨天晚上下班回来 我又把箱子给她找到了 然后我打开看里面 确实有一个手机 邱师傅说 自己在林平 可以放到附近的派出所 小美表示 已经告知平台客服 希望让邱师傅把箱子 放到T3出行的服务站 由服务站工作人员 给她送过来 目前客服还在协商中 要不要八黄金眼 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团